已经发布了歌手的选歌投票,每一期歌手唱什么歌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重点,如果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手唱喜欢的歌,那应该会很有看点,一起来看看歌手2018第17歌单剧透。 第17最后一轮淘汰赛歌单,张韶涵再见青春,汪峰望了我,唐格尔从头带来,华晨宇无字歌家贾行风,霍尊你好吗,那个少年,Jesse Jay and No Mountain High Enough,欲可为飞鸟与鱼,反场,李全妈为KZ对嘴,最终歌单以3月15日晚上最终录制为准,欲可为是最后一位补位歌手, 不得不说欲可为是一个会选歌的人,说起飞鸟与鱼,不由得想起了名字类似的鱼鸟之恋,第三季我是歌手谭维维和崔健的第一次合作,当时彻底震撼了,在第八期比赛中,名字靠后的三名分别是,KZ谭定安,张韶涵,李全,也就是说,在这三个人中可能只有一个人留下,这无疑是极其残酷的, 张韶涵一曲在人间,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,取得很好的效果,和之前的爱雕和情人流浪剧相比,不知为何,少了一份感动,也许这首歌并不适合张韶涵,甚至有人评价道,张韶涵嗓音一流,唱功一流,选歌却是三,三流,第九期淘汰的选手是李全和KZ, 张韶涵没有被淘汰,汪峰将在本周歌手第二季第九期带来等待,这首歌曾被人唱黄启山在我是歌手第一季演唱,获得好评无数,十八年前,汪峰在自己最穷困潦倒之际,把这首自己的原创歌曲卖出, 这也是他唯一依次把自己的原创作品拱手相让,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,其实是汪峰,他出版的作品中,也有一些歌,听过的人可能不多,但挺